刷马桶的刷子和那刷洗脸池的刷子放一块 床单上还有一些毛发等等 在遇到街上的格林豪泰快捷酒店 执法人员发现工人清洗茶杯的过程不符合相关规定 你就直接把消毒液倒个杯子上起家 倒个杯子里水 你就不配水 配水 不是你那个消毒液喝的水是多少比例 配比容器就是消毒液 和水的对比容器 配比容器配比容器的有没有 没有我就能使用这边八次的 到一比多水 你要有配比容器 你看这个是多少比例 根据规定杯具和茶具的消毒必须使用配比容器 将八次消毒液和水按照一比两百的比例混合 然后将茶杯放进混合溶液中浸泡15分钟 从而达到消毒效果 否则消毒液过多将残留在茶杯里影响健康 我现在就是在有大附近的六楼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清洁车 现在人家发现在这个清洁车上有两把刷子 这一把是用来刷马桶的 而这一把是应该用来刷他们洗手间的水池的 但是这两把刷子是混在一起 放在一起的 这样很容易叫做一个消沙污染的情况 里面这个是刷马桶刷员 我们刚刚同样讲了 然后第二个这个是里面面积的刷员 这样刷员你都混在一起 那你自己作为顾客你想一想 你在面盆里面洗脸刷牙 然后在那个就是这个是刷马桶刷 就跟他混在一起 到时候一块一块一块 你不照着污染吗 我们现在又来到这家快捷酒店的客房 那么执法人员在检测他的床单的时候 竟然发现在枕头和床单上面 都发现了很多毛发 你们给他开的这个房间应该是整理过的吧 嗯 对 是整理过的 那你怎么看 你看上很多头发在上面 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们服务员没有打扫好 没有打扫好啊 对对对 那既然这个床单上头发是不是没有换还是什么事啊 应该都换了 我们要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宿业的卫生规范 嗯 里面是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个客人使用过的这个 嗯 公共用品床单整套 那么客人使用完了以后我们要求更换 嗯 要求就是一刻一换要求更换的 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说他呃 是不是没有在更换 目前卫生执法部门已经将抽检采集的多家快捷酒店的床单 整套毛巾茶杯等送到疾控部门进行微生物检测 检测结果将会公示 据了解早在去年11月份 南京 北京 上海等21个城市消协及中国消费者报 在南京召开2012年城市消费维权联席会议 针对城市快捷酒店公用纺织品安全状况 发布了调查报告 抽查了48家酒店140批次的公共用纺织品 有六成床单 浴巾 毛巾 卫生部达标 江苏城市频道